你没有出现中心点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边有叫物件锁点设定 SHIP加右键 物件锁点设定点下去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你要锁的物件锁点 如果说你没打勾有没有 比如说你中心点 中点没打勾的话 那这个地方我按确定之后有没有 你会发现我现在再移过去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一直就不会出现什么呢 这个没有 终点就不会出来了 那我怎么知道终点在哪里 用猜的吗 当然不行啊 猜猜看哪一个是终点吗 不可能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要怎么知道终点在哪里 SHIP加滑鼠的右键 物件锁 这地方终点打勾 打勾就按确定 这时候你会发现终点就出现了 有没有 你这时候点下去就会在终点 移过来之后这边也会有个终点 那如果说你现在是正交的话 它一定是横线 那一定没问题 就在这边点一下就好了 那最后按ESCAP跳开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你就会画一条 这个终线就过来了 所以说这个锁哪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个跟精确度很重要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锁错点 到时候画出来尺寸就不对了 所以这里特别注意 就是锁点的这个方式 好 这个地方的话你们练习看看 画面再切换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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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